最後我們要介紹的主動詞是should 因為should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所以我們把它列出來 其中以第二個跟第四個是使用的比較多 那一跟三大致上都是在閱讀方面容易出現 寫作上大概就是二跟四比較容易出現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看這個韓語 第一個是表示驚訝 怎樣知道表示驚訝呢 你會看到前面的寫法 It's surprising letter 或者是It's amazing letter 真令人驚訝 真令人吃驚 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這個是表示很驚訝的一個句子 那這個句子裡面如果出現了一個should 這個should就不能翻成應該 絕對不可以 翻成應該的話就是should 它等於out to 所以這個要翻成竟然 the honest child 這個存實的孩子 竟然說謊了 哎呀 怎麼會這樣子呢 等那麼誠實 從小這個都一直講實話的 怎麼會變成說謊了呢 好這就是驚訝 表示竟然unbelievable 這令人不可詳細 不可思議unbelievable 第二個 let's should是以免 免得 let's是當連接使用 主持should 這個let's should是連起來的 連在一起 我們就翻成以免免得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should也可以損滅掉 不寫也無所謂 但是後面要加入文型動詞 我們看例子 she took an umbrella with her 他身上帶著一把傘 with her就是隨身帶著一把傘 以免 lest it should run 以免這個it是天下了雨 所以這個should你不能翻 你就要配合last 這個就是以免的意思 不要說以免他應該下雨 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這個should就可以審命掉 你還是要這樣寫let's it when 這是圓形 同學不要加s 因為這裡有一個should 所以為了避免錯誤 should還是寫出來 最好這樣不會出錯 以免 那第三個是if if 加should 這就是有假設法的意思了 老師有講過if 後面有兩個 一個是條件 就很有可能的 一個是假設 假設是不太可能的 幾乎不可能 你看萬一 萬一就是一萬裡面才有一個機會 對 所以這就假想了 對不對 萬一這個機會很低很低 那這個就是假設法了 那我們看例子 if you should fail 你如果一翻錯 你就會變成說 如果你應該失敗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一定是翻錯了 沒有了 說應該失敗的不對 如果你萬一失敗了 in the entrance exam entrance exam 就入學考試 萬一你這個學測啦 或者是會考啦 沒有考好 沒有考好 沒有考上你理想的學校 那就可以稱之為 should fail 萬一沒有考 不考好 what would you do 你可以怎麼辦呢 你看我們都用would 用過去式 因為if 所以這是假設法 我們用了過去式 這個should就要翻成萬一 好 再看 第四個就是寫作上很常用的 就是假設法 should加完成式 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對不對 if後面加hat 然後pp這個前面 前面就是用過去完成 那後半段呢 那麼就會用would的 對不對 然後呢 could的 然後呢 night的 還有一個should的 加上have dp ok 這個就是典型的 過去式式相反的假想 if 假設法 現在我們專門來介紹這個 專門介紹這個should 很重要 you should have called her last night 你昨天晚上 應該要打電話給她的 假設 假設法 你應該要打 有沒有打 沒有 假想的 你打給她就沒事的吧 你就是沒有打給她 把她臭罵一頓 對不對 好 所以應該要打給她 有沒有打沒打 所以是假設法 好 那後面就是過去的事實 要小心 but you didn't 你沒有打 這個是事實 前面是過去的假設 用should的過去完 should的 就是等於是過去完成式的寫法 那過去的事實 就用過去式 就這樣子 這個用的很多 好 很多 假設法 should的加完成式的 用很多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 下面的這 三個句型的分析 第一題 青少年應該要注意他們的飲食 以免就是less should 好 我們先看一看 teenagers should 留意 注意就是pay attention to 好 pay attention to 他們的飲食 英文就 他們所吃的東西 他們所喝的東西 就是飲食 所以英文 我們用what they eat and drink 這個好用哦 what they eat and drink 就是他們所吃的東西 或者就是一切東西 好 所以呢 這個what 它其實就是等於anything late 也可以等於什麼 all late 意思就是說 你要留意他們所吃的那一切東西 所喝的一切東西 那就是他們的飲食嘛 好 後面 以免 又來一個less they should 以免他們怎樣 生病了 get sick ok 而且 你說 這樣子的翻譯 你有沒有發現 前面有一個should 後面有一個should 好像唸起來不太順 當然是ok的 要不然你就把should 省略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less they get sick 這個should 我們 省略 所以這樣子呢 就 不會有太多的should 出現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用片語的方式 如果你覺得說 老師這個should 唉唷 念起來好像不太順呢 那沒關係啊 我們只句不寫 改片語也可以啊 對不對好 那我們就來改片語吧 改片語就是 改片語就是 for fear of 好 for fear of getting sick ok 還更精簡 就是 tee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y eat and drink for fear of getting sick 這個也不錯 好第一題 再看第二題 你昨晚應該要在家準備功課了有沒有 沒有 這個昨晚應該要在家準備功課的 這是 一個什麼 假設法 可是你沒有準備功課 好 這個是事實 所以這種翻譯 還有這種寫作 我們經常搞混 記住 前面是過去 事實相反的假設法 後面是什麼啊 過去的事實 前面是假想的 前面是假想的 這是事實的表達 不一樣 過去的事實 用過去式 前面是假設法 我們把它完成吧 你 你 should 後 再加準備功課 就在家讀書也可以啦 you should have 我們寫 準備功課好了 you should have prepare your 好 這個 prepare your lesson 功課 如果是你的家庭作業 那就 do your homework 那你的功課 prepare 準備 your lessons 在哪裡 at home 什麼時候 last night 這個就是 我們的答案 you should have prepare your lessons at home last night 但是 你沒有 but you didn't 所以這種寫法 他 確實 好 容易寫錯 我們要特別的留意 因為他 事實 跟那個 假設 扯在一堆 現在看第三句 也是一樣 他讀大學的時候 應該要努力的啦 沒有努力啊 大學生 還有經常在打麻將 經常跳舞 經常夜遊 都沒有在讀書 好後面 講出事實出來了 那麼過去的事 但是他很混啊 對不對 那個時候讀大學 很混啊 現在畢業了 找不到工作啊 這就是現在的事實 這是過去的事實 這是過去的假設 所以 做翻譯 說真的 比作文還要難 因為作文可以天馬行空 好 只要 時態這些連接詞 內容順暢就可以了 可是翻譯他有限定 有限定 就不容易處理了 好來 現在我們把這個翻譯寫完吧 他讀大學時 讀大學就是 在大學裡面 應該要努力讀書 你不能講說 he study college 讀大學 讀大學 這普通的 沒有人這樣講的 讀大學就是 他在大學裡面讀書 OK 好了 他 he should 應該要 should have study hard ok in college 這就 講出來了 should have study hard 應該要努力讀書的 在大學的時候 但是有沒有 沒有 這是事實喔 好 事實 but he didn't 他並沒有努力讀書 好 現在呢 現在的事實 now he is 沒有工作了 沒有工作 我們英文很簡單 now he is out of work ok out of work就是 跟工作脫離了 out of work沒有工作 失業了 好了 這個就是 注動詞 should的運用 很不容易了解 好 ok 我們就 注動詞 就介紹到這邊了